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9月10日 2026世界被亚洲区外围赛分组赛2C组次轮赛事 周二晚上继续迎来角逐 届时 中国将主赢沙地阿拉伯 M直播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中国上轮0比7遭遇惨负 球队士气全无 中国是意再遭一败机会打 中国在经历了换帅风波后 由外籍主帅爱云高玉掌舵 他带领球队踏上了冲击世界杯的新征程 此次出征是被亚洲分组赛2 入选大名单的步伐有吴磊 张玉宁与王大磊等核心球员 同时还有汪海健等新生代球员的加入 显示出球队新老交替的决心 此外 规划球员布朗宁 费南电奴和阿兰的入选 无疑为球队排兵布阵提供更多可能 只可惜 首轮交手日本 中国遭遇一场0比7的惨案 该议过后 中国被盯在了耻辱柱上 同时依让球队意识到了与强队之间的巨大差距 虽说中国需要一场胜利稳定军心 但平心而论 事意交手沙地阿拉伯 在士气全无的情况下 想要击败对手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输少当营对中国来说 已是最好结局 作为西亚足坛的强队 沙地阿拉伯拥有一批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球员 近期大名单由沙纳艾舒西利领衔 此次国家队出战35场 攻入15球 入球效率相当高 同时还有阿卜杜拉拉迪夫等年轻球员 他们速度与射数俱佳 将对中国的后防线构成巨大威胁 比起中国的近三场赛事不胜 还处于两连败打击之中不同 沙地阿拉伯近六场 只输给过约旦 球队近期攻防两端 整体表现尚酸不俗 他们的快速反击及灵活的进攻套路 让对手难以捉摸 加上沙地阿拉伯整体实力远胜中国 而且最近两次面对中国一胜一合 必于不败之地 因此沙地阿拉伯此行迎面 值得呈先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